一下我们再点� assistance 现在我们又在 Speedway Plus 的赛道 在我们身边的就是小改款的 Honda Civic 这款最畅销的马来西亞 C-Seg��特达 终于推出了小改款的车型 所以今天我们来一点特别人 我们就带着 Civic 下赛道 看它会有则的效果 而我们今天接来的这两车是 1.5 T-C P的版本 它搭载的应就是熟悉的 1.5 VTEC Turbo 涡轮遮压引擎 不过这个小改款换上了全新的18寸轮圈 而且还是用 Michelin PS4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试试看 它的操控表现上有没有改进 巡历我们还是要讲一下这个小改款跟小改款之前的差别啦 首先就是这个LED的透灯组 以前只有TCP 才有 现在只要是1.5 Turbo 就有 再来就是这个水箱护罩 以前是镀铬的材质的 现在呢它换成了这个钢琴黑 搭配白色的车身啊 你可以看到这个层次感非常的明显 还有它的下缘啊 还有这个屋灯座旁边都是用了这个钢琴黑的材质 再来就是前面的保险杆也做出了一点点的修改 整体还是看得出差别啦 这个轮圈方面是个小改款 我个人最喜欢的地方 可以看到它升起成了18寸 另外呢它这个轮圈的设计很好看 而且采用了双材质的设计 也就是正面是雾面的 然后里面是亮面的 这样看起来这个层次感很够 然后最重要的是它搭配的是 Michelin 的 PS4 轮胎 18寸的轮圈加上这个 PS4 的轮胎啊 代表 Honda 打算让这个 Honda Civic TCP 主打运动这一方面 另外呢现在这个 Honda Civic 小改款的轮圈尺寸啊 分别是 1.8 的 16寸 1.5 Tc 的 17寸 还有这个 1.5 Tc 的 18寸 在这个左边的这个后视镜啊 它也多了一个镜头 这个也是小改款的 CV 之后才有的配备 也就是 Honda Landwash 同样的 只要是 1.5 Tc 的版本就有了 在这个车尾方面 同样没有太大的改变啊 只是这个后面的保险杆做出了一点修改 还有这个尾翼 当然搭配了这个 俗称虾面的这个尾灯啊 其实让它在夜晚的辨识度很高 尤其是这个尾灯 因为它有 LED 光调的关系啊 所以在晚上啊 真的是很瞩目 在内装部分 小改款的 Civic 其实更动并不大 但是它的改进都是往实惊性方面这边发展 首先这个 7寸的主机 这回就多了实体按键 在操作上更加的便利 而后方的座椅呢 这回可以折叠了 而且是六四分离的设计 那这个 TCP 版本呢 这回还导入了 Honda Sensing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除了像是那些 全方碰撞椅机啊 自动紧急刹车啊 车道维持幅度啊 车道便宜这些功能以外呢 这个 Honda Sensing 还有一个 我个人蛮喜欢的 在塞车很好用的 低速跟随系统 除此之外 原厂还导入着这个 Honda Lane Watch 车侧盲点 显示系统 以及自动远近光灯的功能 在行车表现上更加的安全 那现在就进到这个细肉时间 我和 Ivan 会分别驾这辆新款的 Civic 测试它的这个 Performance 它的表现如何 诶 Uncle 哥 帮我看一下这个 Track 有没有什么啊 寄水肮脏啊 然后骂一下这个车啊 等下我要排这个车骂美一点啊 哦 OK OK 我这个弯 加速挺快的 这个车子很咬地 玄机很好 来到这个 S1 的 点一下刹车 哇 它的车位响应很快哦 整个车很灵活 可以转 这个底盘的刚性真的是有了哦 接下来 这个弯 OK 转进去 直线加速 转弯 这个轮台真的底盘真的是很完美 再转 现在转 最后一个直线冲刺 冲 OK 啦 现在我们把这个CVD 开完TRACK 开了一轮了 然后我们来会分享一下我们对这个CVD的感想啦 其实我比较surprise的是啊 它的这个18吋 rim 然后再加上配这个 PS4 的轮胎 其实 没有我想象中那样会影响到很多这个车的舒适性 因为其实这个CVD 这时代啊 它还是以这个舒适为主 可是配上了这个比较薄的轮胎过后 它的操控有一定程度的增强啦 但是这个舒适度方面 没有太大的影响 就是它在过滤睡震方面还是蛮到位的 再来就是 呃 我觉得我 对我来讲比较有问题的应该是它的这个Drying Position啦 其实 它的椅子很好做 支撑很够 只是我坐下去的时候我会觉得 这个坐姿好像有一点太低的感觉啦 这个是我个人的感觉 至于它的操控方面 我觉得其实操控是好的 只是因为它的这个悬吊是偏舒适性的关系啊 所以就 嗯 太过热血的操控它不行 可是一般来说 其实它相当不错啦 那我其实是第一次开这个 Civic FC 啦 然后大家都知道我本身其实是温轮车主 我是蛮期待的 结果这个 1.5VTEC Turbo 加上 CVT 的组合 还让我蛮惊喜的 因为我之前就想到 哎 CVT 可能那个加速感就没有那么强烈 没有那么爽的感觉 可是哦 这个组合哦 下这个赛道哦 反而是更加的好玩 因为那 CVT 的表现非常的轻快 非常的直接 你一踩力就来了 反而没有那个 Turbo Leg 涡轮十字的那个感觉 在那颈错的弯道上啊 反而是更加的快 比起我本身的那个 涡轮加上 DSG 的话 我反而是觉得这个组合在这里更占有优势 还挺好玩的 至于刚才 Ivan 讲到的那个轮胎的部分啊 我觉得我要补充一点就是 那个 PS4 我觉得啦 或多或少在这个赛道上面呢 是对这辆车的操控有一定的提升的 但是我赞同 Ivan 讲的就是 这辆车它有照顾到这个舒适性 所以在测轻方面 还是会稍微比较明显一点 可是我个人是觉得 它的这个设定 悬吊的设定 加上这个轮胎的组合啊 算是很均衡的 毕竟啊这个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 3 跟 Pilot Sport 4 在新轮胎里面 其实算是舒适性比较好的轮胎啦 嗯 蛮全方位的啦 对我来讲 就操控 handling 还有这个舒适 都能够经过得到 我个人是蛮满意 这辆车在这个赛道的表现 你呢? 我其实也是蛮满意啦 因为毕竟这台车主要 我其实喜欢这台车是因为它很均衡 不是因为它多有力 它的操控都好 是因为它在同期产品里面 它的表现其实是均衡的 有动力 操控也还不错 空间也不错 所以这个是我喜欢它的原因啦 那我是很喜欢它的这个 1.5 VTEC Turbo 啦 那个动力是真的是有的 你可以看到它的速度是上很快的 真的是不是完完的 好啦 其实我们有一个 刚刚有进行一个小比赛啦 就是现在是颁奖的时候啦 来公布得奖名单啦 OK 所以第三名是我们的Ivan 耶 耶 啊 然后 接下来就到我啦 耶 第一名咧 是一个不认识的人啊 对 这个名字好像没有看过 原来是我们的洗车佬 第一名 哎呀 现在我只是这样子 哪去看那个赛道有没有干净 哪去看那个赛道有没有干净 才能吃得到第一名 等一会儿 你是不是假装 谁啊 你是不是 ah C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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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有我 耐燙还没有着 是的,还没有热 哇,有有有有,这边刚刚下完雨哦,却很滑 灯度过后叻,到灯5,这个是车里面最快的一个地方来的 啊,进太快了,底下出广一定慢了的 你做多少秒?102 你做多少秒? 我好像不知道我做多少秒 103 我当时不小心做到101 这样还是老的啦 所以老实际,你拿第一名有什么感想要分享的吧? 我是觉得这辆车 它的那一个,因为我平时是驾灌手牙的 这边有很多急挽啊,然后 反而是CVT在这种急挽的情况下 它的就是在低扭那一边有优势 它有优势,它很快就是力就会上回来 更快爆发 啊,更快爆发 相比我的那一个手牙的那一个版本呢 就反而我就一直要顾着我的那个档次 OK,然后我的那一个输出效率比较大一点点 所以很多时候我在管理着我的那个角度 那个平常那些啦 对,然后这辆车就是 其实有一点惊喜一下 它在这一个赛道,其实它的转向非常的精准一下 然后它在有一些急挽,我进太快了 OK,它的 traction control 有消微 kick in 它 kick in 就是讲它介入的时候 它不会太久,它只是介入一下子 然后相比有一些车,它就是 呃,once那一个 traction control 一 kick in 啊 它会拉你一个一两秒,两三秒 对,完全拉着你 完全拉着你 所以你是,你是,你是进不到油的 OK,不过这一个它就蛮快的 它只是捉你那个半秒的时间 你稍微收一下油,你再继续踏的话 它就给你回来了的 所以我是觉得CVD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 是比较有优势的 对,尤其是在这种紧凑的玩的时候 对对对 那个补油的时候真是,哇,很快 OK,那公布了成绩 今天这个影片啊,就到这里结束啦 喜欢这期的影片的话 记得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还有最重要的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OK啦,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